嘿大家好,我是KC,歡迎來到我的體育世界 這次賽奧簡報第60集 賽奧簡報是每次羽毛球大賽都會準時更新的節目 如果你們想錯過台灣選手在羽毛球大賽的精彩表現的話 歡迎訂閱才不會錯過 台北300賽的首輪賽事已經全部結束了 台灣這次的初戰選手太多我就不數了 內戰太多我也就不特別聊了 我們就來聊聊三位20歲以下的台灣新生代女單好手 她們三個都是首次參加超級賽等級 就都打進了16強 讓很多人看到台灣未來女單的新希望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她們各自的優缺點 以及現階段她們的實力到底如何 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賽後簡報吧 第一個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18歲的王玉璽 她在32強賽面對世界排名20名的金家恩就爆冷晶技 我們先來看她幾個球路 13比12王玉璽揭發推底線 金家恩下壓被王玉璽打往後擋 看到機位球雙腳起跳爆扣 14比13雙方互相拉掉拉扯防線 王玉璽投領去的斜切直接讓金家恩回防不及 15比14金家恩扣殺直線之後煞上網放短 王玉璽在上市高點的情況下 她知道回防一定會被對手封網 所以她在低點選擇勾對角 金家恩措手不及丟分 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王玉璽之後有封網的動作 這說明她預判了金家恩的放短球路 就算這一球沒有掛網 金家恩也會輸掉這一分 18比16金家恩斜切被王玉璽放進網 王玉璽雙腳起跳的斜切做得非常的漂亮 球速飛快落點刁鑽 而且下壓角度非常大 金家恩飛撲勉強救到這一球 王玉璽在面對整個球場的空檔的情況下 竟然慌張的選擇起跳底線 讓金家恩起死回生 從這些片段就可以看得出來 王玉璽的身體素質不錯 彈跳爆發力很優秀 正守衛的殺切進攻手段伶俐 喜歡以推底線作為起手式來拉扯對手 打法更偏向難單一點 不過她的閱讀球場的能力並不穩定 15比14的低點勾對角的判斷非常的正確 但是18比16的判斷就非常的糟糕 反守衛的能力並不突出 她的底線控球也不穩定 當然這只是幾個片段而已 要下結論還太早 不過光是她在幾個片段裡面 展現的能力來看 即使發揮不穩定也非常值得期待 這場比賽王玉璽 21比19、21比14直落2獲勝 金家恩在上一周才打贏過王子儀 闖進1000賽等級的8強 狀態可以說是今年以來最佳 但是她今天卻直落2被18歲的小將王玉璽給爆了 在此之前王玉璽並沒有打過任何一個超級賽 哪怕是100層級的也沒有打過 她目前最佳的比賽成績是在一個月前所創的國際系列賽的冠軍 在挑戰賽層級上則是上一周所創下的8強 如今她生涯首次參加超級賽就打進16強 而且還是擊敗種子選手金家恩 最重要的是她才18歲而已 讓我不得不開始注意這位台灣女單的未來希望 她目前的排名是103名 在16強輸給宋碩瑩之後 她的排名應該可以上升到85左右 以她目前的上升曲線來看 她今年的目標應該差不多在挑戰賽冠軍左右 要想在超級賽看到王玉璽 2024年的希望還是蠻大的 第二個我想來聊聊的是 20歲的黃靖平打敗大馬一姐吳錦威 吳錦威上次在蘇碑以22比20暴冷心度之後 她吞了7連敗 也包括今天敗給黃靖平 黃靖平跟王玉璽一樣也是首度打超級賽 雖然吳錦威的靜態很差 但應該還是沒有人能想到世界排名68名的黃靖平 竟然能贏下排名30名的吳錦威吧 這場比賽首局16比10 是我看過最離奇的一球之一 我們把畫面快轉到17比20 吳錦威有三個局末點 黃靖平先是一個直線扣殺壓線得分 再來一個殺上網推對角打穿 然後吳錦威就好像完全當機了 連續兩球都是大優勢卻被自己搞掉 往前的姿勢跟步伐完全都亂掉了 黃靖平連拿4分反倒取得局末點的機會 然後他就打出了這一球 這一球勾對角的難度還比剛才王玉希的難度還大 全場觀眾都WOW出來就可以知道這一球有多震撼了 有趣的是 如果16比10那一球吳錦威沒有丟得那麼離奇的話 這一局吳錦威早就以21比17拿下來了 第二局黃靖平打出來的內容就比第一局好很多 不管是14比13這一球接殺檔對角 還是16比13的斜扣 17比15的連貫 18比15的反拍擺脫都打得比第一局好上不少 不過黃靖平的速度並不突出 往前的攻防偶有佳座卻並不常見 這場比賽雖然中後場的進攻表現不錯 不過我想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吳錦威158公分的身材 以及體能的劣勢導致球壓不下來 往前的發揮在關鍵時刻吳錦威的表現又不如理想的情況下 讓黃靖平在中後場打得非常的舒服 以目前黃靖平的表現來看 當他遇到身材更高大的選手的時候 例如他下一場即將遇到172公分的印尼瓦達尼選手 我並不認為黃靖平能夠打得如此的輕鬆 最後一個我想聊的星星就是19歲的黃又勳 他也是生涯首次打超級賽就打敗了排名41名的印度選手卡夏普 黃又勳是今天我講的三位星星裡面成績最好的選手 他是三位裡面唯一一個拿過挑戰賽冠軍的選手 他的打法是以抓推突擊為主 靠著優秀的連續彈跳能力以及身體的延展性 能夠在快節奏的拉掉抽推中打出自勝的一擊 好球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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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黃又勳其他的技巧相對稚嫩 特別是他的往前的發揮並不穩定 假動作雖然有意思要做 但是做的並不好 反而擊球品質下降還給對手機會 整體來講甚至得不償失 防守上他也沒有多大的亮點可以講 許多的基本功例如腳步也相對的粗糙 有不少多餘的累贅的步伐運用 但是光靠抓推突擊的進攻能力 就能為他打出一片天了 他的扣殺球威以及對突擊的節奏把握程度 對世界排名30甚至20名的選手的時候 他的突擊能力就會陷入瓶頸 到時候我們再來修他的基本功以及防守能力也不遲 反正他現在才19歲 只要他能夠維持這種程度的抓推突擊的進攻能力 我想從今年9月開始連續八戰的超級百賽 我們應該就能夠看見黃又勳在超級賽的賽場上發光發熱了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王子維的表現 他今天在32強賽上面以2比0擊敗了李卓耀晉級16強 老實說我滿意外的 而且他在次局14比17落後的時候 還上演7比1的大逆轉結束掉比賽 李卓耀先是一個對拉的出界失誤丟掉一分 王子維再靠著放短的空檔拿到優勢 以一個假殺真切的球路騙到了李卓耀 李卓耀再了一個推底線的失誤被追平比數 李卓耀似乎想像主審抗議王子維有碰到球 但是主審並沒有理會 王子維準備發球動作 李卓耀突然失去平衡 然後他還抗議王子維的發球動作 只是王子維上一球的發球動作 跟這一球似乎也沒什麼不同 可能只是因為中間多盾了一拍 讓李卓耀失去了專注力吧 王子維發球李卓耀放短對角 王子維選擇放掉判斷失誤 這球的確是界內沒有錯 18比17畫面重演但是角色互換 李卓耀再次抗議無果 李卓耀率先推底線拉開 王子維轉身直抽之後放短 並且王子維還預判到李卓耀會再次推底線打轉身 直接跳超級高來個衝中的籃節 打得李卓耀措手不及 最後李卓耀連續發生兩次的扣殺失誤被擬轉 過程中王子維打得非常具有主動性 積極進攻找尋對手的空檔 扣殺也非常具有威脅性 而李卓耀幾次的失誤 以及王子維的一點小動作感到不滿 而心態炸裂 最後導致被翻盤 王子維他的信心看起來恢復不少 如果能在台北的主場拿下好成績的話 上演王子復仇季 這個劇本就太完美了 只不過他同一小區還有他的天敵周天成 目前對戰0勝11敗還沒有贏過 預計他們8強會遇到 所以王子維的巴黎奧運之路 勢必要突破周天成才行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我的提示 我是KC 我們下次再見 Peace out